三浦友和 山口百惠出演日文爱情电视剧《薛仪》而被人熟知 他们合作的作品堪称经典 二人从迎平情侣到现实夫妻水到渠成 当时三浦和在一派一挑衅的声浪中反驳 我一定要成为一个能与百惠般配的丈夫 那么他面临了哪些压力 1980年10月5日 山口百惠发表也退宣言 为了与三浦友和结婚 毅然挥泪告别一谈 任何人都没有料到他会也退 此事亦引起超乎意料的轰动和反响 三浦同意百惠辞职后 常常自问 你是有如此价值的男人吗 他同时感到 这也是周围的人们 对他提出非常尖锐的无言质问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三浦又可怎么也无法控制自己 心情越来越郁闷 他开始沉默 这种郁闷的心情快要达到极限之际 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 三浦脱口而出说了本不打算的话 我一定要成为与他般配的丈夫 会场上瞬间充满了压抑的气氛 三浦的母亲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场面 留着泪对儿子三浦说 不要说那么没出戏的话 三浦听了无言以对 三浦有个迎娶山口百惠真的压力很大 百惠本人几乎是日本美好年代的象征 在日本观众的心中他已经被神卦 成为当之无愧的全名偶像 女神下嫁给三浦 他无疑成为全名公敌 人们不能原谅他将自己的女神拐进家庭 虽然是他的决定 还是要去怪罪他 山口百惠回归家庭 相夫教子 他的付出令三浦有何感动 他许下承诺 我不出轨 此后的几十年婚姻 百惠夫妇相亲相爱 儿子是叶有成 他们的一家成为了世人眼中的传奇 著 新闻解密原创文章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图片来源互联网 版权归属 作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